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朋友跟朋友之间 或多或少都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 会让我们的关系出现一点点裂痕 比如说我叫你四回你都不来 这也算裂痕 时间一长 他对我就会有看法 或者他就会多想 或者下回他就不叫我了 那我们怎么去让大家伙 我还依然认为我们都是最开始的那一个人 包括每一个人生活的圈子 又没有那么多的交际的情况下 但是依然觉得对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那我们只能把他拉回我们最原始的状态 我们啥也没有 我们共同去创造 我们共同动手 然后坐在这儿 让大家伙重新地找一找原来的感觉 岁月静好 就坐在那儿聊天 就是要聊天 就有沟通的时间了 是 我曾经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 在我四十多岁五十岁的时候 然后跟我老婆 还有我搭档 还有我们的孩子 然后就在这种环境下一起聊着天 喝一点小酒 然后看看星空 畅想一下人生 那只有这个环境能给我们 大家伙在一块儿畅聊原来犯过的啥事